经过三个月的新训生活 新兵逐渐完成从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这两天各部队的新兵陆续迎来了结业大考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他们的表现 这是陆军第79集团军某新兵团组织的多课目结业大考 持续的低温给考核增添了几分难度 实弹射击考核中新兵李孟豪步枪突然卡弹 在安全员的协助下他顺利排除故障 安全员在完成转叶故障排除之后 我又在心里默默的对自己说 我可以的我能行 然后就继续按照动作要领进行瞄准和调整呼吸 最终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请看此为82-22式手榴弹模拟全球弹 手榴弹石头训练难度和危险系数都非常高 天山腹地武警新疆总队某新兵团500余名新战士迎来实弹投掷考核 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跃进和两枚手榴弹投掷 在第83集团军某新兵团的心理行为考核现场 新兵要蒙住双眼 在战友的护送下抵达雷区中心点完成排雷 除此之外 新兵们还要完成穿越电网和信任被衰等团体课目 通过不断的配合 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 从而在战场上更放心的把自己后背交给身边的战友 不仅军事要过硬 思想政治也必须要过关 近日 武警北京总队组织近万名新兵参观总队使馆 了解部队走过的光荣历程和建设发展的辉煌成就 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摔打魔力后 新兵们渐渐退去稚嫩走向成熟 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隆重举行新兵授贤即宣誓仪式 这标志着新兵成功实现了从一名普通社会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我们戴上了红尖章 肩上就有了更重要的责任 坚定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感谢观看